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看看我们俩谁先死 看看就看看 朕可以再保你一次 至于那个婢女嘛 留不得 陛下 她是无辜的 糊涂 之前你胡闹朕只当你是年轻 可一笑置之 可此事事关重大 难道还要朕教你不成 陛下 此事却与她无关 臣愿意一力承担 裴眼 你难道要为了一个婢女 放弃眼前的一切吗 陛下 江氏带走 江氏带走 把她先关起来 是 走 裴眼 好 好自为之吧 走快点 下去吧 是 是 你还真是有几分让我刮目相看 如今的这一切 都是你自找的 刚刚裴眼替你求情 很感动啊 很感动啊 真是没想到 裴眼对你用情如此之深 为她死 很开心吧 好 那就看看我们俩谁先死 好啊 看看就看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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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你胡闹 朕只当你是年轻 可以一笑置之 可此事事关重大 难道还要朕教你不成 走 殿下 少君 此番怎是如此糊涂 让殿下挂心了 不知殿下可否帮臣 带方信给家母 我行事鲁莽 恐让她担忧 此事不能 你一边小心 故定他帮你 你也不用过于担心 等此事风头一过 故定会想办法 帮你出来 多谢殿下 能否请殿下 带我救出江慈 这都什么时候了 少君不可再陈您儿女情场 做糊涂事 江慈乃是滕瑞案 唯一目击证人 你说什么 此事事关重大 裴眼不敢欺瞒殿下 这么大的事 你怎敢瞒这么久 贼人狡猾 诡计多端 我也是怕打草惊蛇 如今江慈身陷牢狱 若是能刺客趁机杀人灭口 我们就永远找不出凶手 救不出腾锐了